那你说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文化没有断层啊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呃 就是说他的中国的尤其是语言和文字 对日本这个影响啊太大啊 语言文字啊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有这么一首诗啊 你我说一下你们听听这首诗啊 若观辞汉阙 寒愁入湖关 天涯千万里 一去更无还 沙漠攘缠病 风霜残玉言 围于长安月 照送几重山 若观辞汉阙 然后寒愁入湖关 寒愁入湖关 天涯千万里 一去更无还 沙漠攘缠病 蝉就是寄鸟那个蝉 蝉病 风霜残玉言 然后 围于长安月 照送几重山 你们听这个诗 听这个诗 这个这个 这是写谁的呢 你能猜得出来 这写谁的吗 若观辞汉阙 寒愁入湖关 残玉言 损残病 这是写谁的呢 知道吗 这个这个这个有没有这个人能够感感觉出来 这是这个这个写谁的 这是写谁的 是写这个这个王章军 写王章军的 王章军谁写的呢 这个这谁写的这首诗呢 是吧 这个这个谁写的这首诗呢 是吧 是日本第53代 纯和天皇 这还不是一般的日本人 不是一般的日本贵族 是纯和天皇写的 写的这个诗 纯和天皇 他一生作诗 这个很多呀 很多 然后专门就写了 这个 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 这个 专门出了一本 金国诗集 讲金国那个金国 金国诗集 是吧 好几百首他的诗 是吧 好几百首他的诗 我看了朋友 这个这个 这个咱们这个弹幕里 有一个人说奶目西点 奶目西点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军神 是吧 这个这个日本的军神 是吧 他有一首诗是 后来是刻在碑上 今天在这个 旅顺这个日俄监狱博物馆里 还有他这个残碑 是吧 还有他的残碑 是吧 这个山川草木转荒凉 十里兴风新战场 争马不前 人不语 金州城外 立邪阳 所以这种这首诗 连这个中国人都觉得 太棒了 这诗写的就 完全就是这个唐人 那个边塞师 那个感觉 当然他 他这是日俄战争的时候 写的跟俄国人打仗 途中也没少害中国人 但是咱就 不因人肺炎 旧事论事 咱就说他这个诗的水平 就说他这个诗的水平 山川草木转荒凉 十里兴风新战场 争马不前 人不语 金州城外 立邪阳 简直就是这个诗写的 咱们都写不来 就唐朝边塞师 那种水平 完全就继承了 唐朝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 是吧 另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 就是日本首相伊藤伯文 伊藤伯文是 基本上他都不是武士出身 他就是一农民 就是一农民 他出身就是一农民 他连这个下级武士 他都冒充武士可以讲 冒充武士 是吧 原来你像什么 什么这个高山进座呀 什么那帮这帮人 人家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茶馆里 在居酒屋 人家喝着 然后人家聊 怎么这个抖墓啊 怎么这个长周翻 怎么起事 伊藤伯文连进屋的资格都没有 他是在门口给人看鞋 给人看刀 他说干这个 他连进 在门口伺候 他连进屋的这个资格都没有 高山进座是上等五番市出身吗 上市出身 是吧 这根本就看不起他 是吧 看不起他 是吧 但是你说伊藤伯文 他就农民出身 冒充武士 咱就别说 他留有了多少首诗 他临死之前 他留有的最后一首诗 他就也是在辽东半岛 他写了一首诗 五天之后 就被这安重根刺杀了 也是在那个辽东半岛 他写了一首诗 写了一首诗是什么呢 是祭奠 日俄战争当中 俄军的战死者 看到了这个战死的俄军的坟墓 然后呢 他写了这一首诗 秋种累累不记名 生灵几万做牺牲 勘连金骨虫杀恨 手攀寒话 泪自衡 你看这诗写的 就是我读诗啊 我就不爱读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叫啥玩意儿 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纳兰荣若啊 什么徐志摩 也千万别跟我提这玩意儿 文人感兴趣的东西 我都不感兴趣 我就对这个军事啊 什么这这些玩意儿感兴趣 我读诗也都是读这种 就是这个 忠臣义诗 他们留下的诗 岳飞的文天祥的 你看人家就就你说 伊通博文这首诗 秋种累累不记名 生灵子几万做牺牲 康连亲古重杀恨 守潘寒话 泪自衡 这简直就跟中国古代的那些个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那个这种 这种感觉就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我就不爱 不爱看那个什么 就那些个什么什么 什么包括那个什么田园诗啊 什么那个 孟浩仁加油 不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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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这些东西 是吧 我就爱读这个这个忠臣义诗 那还不喜欢婉约派 不喜欢婉约派 华坚派就更扯了 那什么周邦彦 什么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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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 那刘勇了 这是太扯了 那太扯了 那非常不喜欢这个 呃 呃 晚晚晚 晚约派啊 先生那那玩意儿啊 李行赵 嗯 没没信 那就约炮用了 那东西都是 是吧 现在你约你你写这个人家看不懂啊 是吧 哎 你说伊藤博文这个诗很牛逼吧 伊藤博文这个诗非常牛逼 是吧 然后伊藤博文的秘书更不得了 是吧 伊藤博文的秘书叫孙淮南 姓孙 因为日本也有单姓啊 也有这个单字单姓 是吧 姓孙 这个日本人的名字 也有就俩字的 是吧 你别以为日本人名字都一大串 是吧 他也有叫这个 他也有这个俩字的名字 比如日本首相叫袁静 姓袁明静 他也有这个单姓的 所以伊藤博文的秘书叫孙淮南 姓孙 叫淮南 是吧 他的这个这个诗的水平 就就甭说了啊 在这个明治三十一年啊 也就公元一八九八年啊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啊 当时的这个正好呢 是甲午战争之后三年啊 然后呢德法英俄对中国虎视眈眈 中国周边的形势啊 相当恶劣 湖广总督张之洞 派了两位这个中级官吏出访日本啊 到这个日本啊 求取这个强国之道啊 然后呢 这个日本的这些个文人默克 就跟这两个人呢 就是这个这个交往啊 密切啊 然后呢 互相这个诗词唱和啊 诗词唱和啊 当时呢 在这个这个呃 九席之上 森淮南就写了一首 沁元春啊 咱们这个一说沁元春啊 一带天骄 成吉思汗 指示王公沈大骄 咱就啊 你听听这个森淮南的 这个沁元春啊 写的怎么样啊 这个这个 我背不下来太长了 那所以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啊 森淮南的写的这首沁元春啊 他这个词牌是沁元春啊 然后那个名呢 就是御池管习煞 赠清国姚石泉西光 徐明九君父啊 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 赠这个 呃 两个人啊 给这两个人这个 写的这个 这首这个 沁元春啊 说 混动乾坤 沧海横流 白日欲缩 探植方土里 土绝 探植方土里 土拨突绝 积米周外 德法英俄 万里分烟 三年占累 赢得沉沙 折己多 望微旅 正不知何国 楼船贫过 任他铁卷山河 猛巨飘风 可奈何 且早房强敌 长城印马 修思前信 同史操歌 有客官风 凭谁回日 渺渺雨 愁雨 三倒波 春光好 目伤心见泪 花鸟 知吗 你这词写了 是吧 开头 这个气魄就非常大 是吧 这个整个这个词啊 是吧 跌宕起伏 是吧 这个既有苏心之胸心 渡土之情怀 那喜剧就非常博大 是吧 轰动乾坤 沧海横流 白日欲缩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沧海横流 这太阳跟着这个什么呀 跟着这个这个 呃 这个 跑得快 太阳跑得快 缩就快步走的意思吗 碳直方土里 是吧 这个 突厥啊 土拨看只方土里 吴波突厥 执方图就是咱们这个历史上 中国皇帝 外国人来进贡 来进贡 然后呢 这个就画这个 的这个 吴波突厥 都有谁来给中国人卼 唉 咱中国历史上 吴波土厥 什么吴波人 突厥人 吴波人都来进贡 那看 吴波突厥 是吧 哎 吴波突厥 基米州外得法英俄 结果现在呢 全是那个得法英俄 这些人来了 来了 所以万里分烟三年战垒 赢得沉沙折几多 打了个 中国跟这个日本打了三年 打了打了 就是这个甲午战争打完了三年 你折几沉沙 望微旅就微海 正不知何国楼传苹果 微海外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军舰 来来往往 任他铁卷山河 猛巨宇飘风可奈何 就算你的山河是铁打的 现在是疯狂语报 且早防墙体 长城印马 休思前信 同史操戈 就是说 你们中国要早做敌防 要防止 他说主要是防俄国 长城印马 防俄国 然后就别想着跟日本打仗的事了 咱们中日两国都是黄主人 同史操哥 你先别管他的立场怎么样 因为他是伊藤博文的秘书 但是你看就看人家这个技巧 有客官风 凭谁回日 渺渺愁语三导播 你这什么 春光好目伤心见泪 花鸟知吗 就是赶时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以诗入词 深得苏心之三位 对吧 词 言情 诗 言智 以诗入词 才有了豪放派 所以大家比较熟悉 比如苏 苏氏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这是李白的两句诗 青天有月 来几时 我欲庭被疑问之化过来了 所以这牛 就是牛在把古人的诗意 化入自己的词 这就牛 所以你想这哥们 这个孙怀然 这词甜的 这清元春甜的 太牛了 这不是一般的牛 这不是一般的牛 牛到家了 就这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 所以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对日本的影响 就是汉学 在日本是一门显学 是吧 是一门显学 是吧 就是他懂汉学的人 懂汉字的人 是很多的 到今天日本人 这个你你上街上 跟他问路什么的 你如果不会 呃 说日语 你给他写汉字 他他都认的 尤其你在日本 像我们 在日本就是 做不起这个 不敢打地 日本打地 打飞机的价钱 打不起 是吧 就只能是坐公交 在日本坐公交 你放心 你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吧 因为他的站名 全是中文 是吧 你就把这个 把这个里边的假名 就直接忽略掉 就完了 站名都是中文 然后他那个 那个那个汽车前面 他那个站牌显示 下一站是哪 他也都是中文的 所以你不会做错 是吧 不会做错 哎 你像那个京都 他有三路车 有三路 是吧 一百路 是吧 一百零一路 一百零二路 旅游观光专线 那在京都站前面就有发车 你要去的所有的景点 那个车都能到 那京阁寺啊 二条城啊 那寓所全能到啊 那个车爆站都有中文 那他是这个日英 中韩四中语 那中文爆站斗集了 下一站京阁寺 请下车的朋友们 带好行李物品 一面一望在车上 我说好家伙 这这这这家伙从中国进口的吧 那这个这个太逗了 太逗了 他都他爆站都用 都用中文爆站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你 就文化上 你就不会有这种疏离感 有这疏离感 二百三日元单次 所以你最好就买那一天的票 六百日元 随便做 无限次数 你一天坐车超过三回就赚了 三回六百九嘛 是吧 你这个这个你你买六百 你一天都坐过去 不像我们那不止三回 京都简直好玩的 没法说 你根本都不用制定这个什么旅行计划 你就跳上一辆车 就让他爱往哪开 往哪开 看窗户外的一小庙 你觉得特别好 跳下去 下车就玩玩玩了 再上个再往前坐 大京都八百四可转的 一不留神就能转到就能就古迹 一不留神就撞到历史名人 因为他们小嘛 那整个的京都加一块 可能也就 有没有北京这个这个环线地铁 那一步大 可能都没有 是吧 所以特别小 走几步就看见古迹 都觉得玩就得去这种地方 就得去这种地方旅游 不要去那个坐八个小时车 照五分钟向 那是大沙漠 让草原 是吧 开出去 这什么三百公里 就你感觉没动地儿 那你景色都一样 那神经病吗 这不是 什么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屁吐一道 就什么美的 没信 玩就得去那个 就是一步一个景 一步一个景 哪都不一样 你就得去这种地方 就得去这种地方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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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北 又北京三环大 我觉得连 二环 环线地铁 就北京那一城 我觉得就那么大 小极了 那小极了 没没 就绝对没有北京三环的 是吧 他 他这个十公里以外 那就到外地了 很小的 非常小 是吧 所以呢 就是咱们讲 就是你为什么觉得 这个 日本跟中国很像 那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文化的这种影响 而且呢 人家的文化没断 那把这些呢 我们丢掉的 我们失去的 似曾相识的东西 人家都保留着 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哎呀 太像了 其实恰恰是咱们丢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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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东西 啊 其实恰恰是咱们丢了的东西 啊 因此其实 呃 你感觉像 它是你的一种感觉 那是你一种感觉 而且日本人呢 他也绝不会言 啊 我们的文化来自于哪里 是吧 你看最典型的 就是我去的这个 大家可能有人去过 奈良的东大寺啊 亚洲啊 就全世界最大的木构建筑啊 然后里边三尊这个 南北朝时代啊 这个这个 相关于中国南北朝时代 大佛像啊 连仓时代的 那么大佛像 是吧 然后 他那个 那个 前边 有一条 用这个花岗岩 铺的这个大道 花岗岩铺的大道 正中间 一个颜色 两边 啊 一个颜色 啊 再两边 一个颜色 再 再 就是等于中间 是五条 五 五 就是什么 五代 那中间五代 那五代 然后 那两边广阔 左右两边广阔 那中间那五道 这个花岗岩 最中间那道 他说这是来自印度的 那这个花岗岩是来自印度 从印度来了 然后中间那道两边 来自朝鲜半岛 这两道的两边左右两边来自中国 啊 他为什么要铺这三个国家的花岗岩 象征佛法的传承 这 起源印度 啊 然后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那因为这个 呃 这个日本的佛教是从百济国传过去的 啊 对 所以他是从朝鲜半岛传来 然后 这个 从中国传来的佛教才使得日本的佛法发扬光大 啊 像空海上人 醉成上人 他们才创立这个日本的佛教 他们都在中国留学 啊 所以他就这就是象征佛法的传承 人家连图这个道路都这么用心啊 你就说这个这个这个呃有多么的这个了不起啊 啊所以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日本文化跟中国很像啊 其实是确实是啊 他等于是把 他学西方啊 学西化学的是非常成功的 那非常成功的 那但是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没有丢 一点都没有丢啊 所以他等于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 既走上了西化的道路 又没有丢自己的传统 那你这个不是不能做到啊 不是说就是就就西化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特色啊 有自己的特色就一定得抱残首缺不是那个意思日本不都做得很好了啊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到这个这个日本啊 很多人就说日本的吃了啊不太不太习惯 那一个是呢 呃没有炒菜啊 都是什么蒸的呀 煮的呀 烤的呀 炖的呀 没有没有这个炒菜 是吧 没有炒菜就对了啊 为什么呢没有炒菜就对了呢 中国人会吃炒菜是跟印度人学的 是吧 是跟印度人可能得是这个元朝以后了 就给你一桌宋朝的饭菜 你未必吃得下去 那以前就是蒸煮烤炖 没有炒啊 是跟印度人学的 那今天印度人反而不炒菜了 今天印度人就是弄点咖喱什么的不炒菜了 但是当年啊 当年啊 这个这个中国也没有啊 就是蒸煮烤炖 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饮食 他这些做饭的这个手段啊 这些烹饪的方法也完全学自于中国 那也完全学自于中国 所以现在我一说这个韩国烤肉 那还说烤肉韩国烤肉啊 然后一说这个什么生吃啊 生鱼片 日本的生鱼啊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只不过现在反而是中国人给这个 这个这个放弃了而已啊 因此就是今天比如咱们聊啊 说这个日本跟中国文化啊 跟中国文化这个相似的地方聊聊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想跟大家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一个国家啊 那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应该是自己的文化 那你这个一个国家 那你说一个人是啊 这个一个人是可爱朋友多啊 还是可怕朋友多 对吧 你们在座的各位啊 现在不管你们在座的还是在站的 还是在躺 还是在趴的各位啊 反正看我直播的各位 是吧 然后包括你们看我也好 你们特别喜欢说去看我们家小巴顿 那你是觉得我可爱呢 是觉得我们家小巴顿可爱呢 你想看呢 还是因为我可怕 你想看啊 你说我今天必须得看阮老师的直播 我要不看他弄死我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怎么弄死你 对吧 你不是为什么你要愿意 是吧 我这个花着电费花着什么 然后还给我打赏 是吧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看听我这刀逼刀 你也会说话 我也你你也会说话 是吧 你为什么要听我说话 是吧 你为什么听我这刀逼刀 是吧 你你可能多少对我的价值观也好 对我说的这些东西也好 你感兴趣 你才会听 那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集体呢 一个民族呢 一个国家呢 是吧 你是可怕朋友多呢 你还是可爱朋友多 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吧 是吧 很简单 所以咱今天说这些东西 就想告诉大家 文化最重要 有文化最重要 是吧 文化跟知识跟科技什么这东西都不完全相等了啊 都不完全相等了啊 所以呢就是诶 读万卷书啊 行万里路啊 这个呢就是吸取知识的最好的方法 但是读万卷书 说句实在话 谁都做不到 是吧 别开玩笑 谁都做不到 是吧 我们家那几千本书啊 两千多本书啊 我更好多书 我都是当工具啊 都是当工具 就需要查什么东西都是翻出来查啊 翻出来查 我们不可能都看过啊 你看一本书最快最快 怎么那么的一个礼拜 两千多本书都看两千个礼拜 两千个礼拜 你算了一年才52个礼拜 我看到词我也看不完呢 不可能的 但是行万里路应该能做到 那还是得我还是鼓吹大家啊 行万里路去有知识有文化的地方 那还与智者同行啊 你去着有知识有文化的地方 是吧 那个这个这个才有意思 那才有意思 那这个我要讲的呢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咱们就到这结束啊 然后呢 这个在以后呢 咱们就在课程里面见了啊 谢谢大家 喜欢这些的内容的朋友呢 欢迎您在YouTube上订阅袁腾飞个人频道 谢谢大家